滴滴 这是前面响起一阵似乎不耐烦的喇叭声 这按喇叭的节奏 不用抬头看 我也知道是我老公陈修来接我下班了 你老公对你真好 天天来接你下班 王玉声音里都是羡慕 我实在不知道接什么话 冲他笑小道 我先走了 明天见 上车之后果不其然看到陈修黑着一张脸 我把安全带借好 走吧 陈修一言不发地开车 我也不想没话找话 便看着窗外 我知道陈修来接我其实是我婆婆叫来的 而她让陈修来接我的目的位的是让我准时回家 亲眼看着我喝下她不知道去哪里找来的重要方子 我跟陈修结婚三年 一直没有孩子 最开始结婚第一年我们想先过二人世界 便没打算要孩子 结果第二年陈修的妈妈 也就是我婆婆就直接住进了我们家里 亲自监督我们要孩子 不仅婆婆催我 我妈也开始劝我要孩子 架不住老人一直催 我跟陈修便商量着就顺了老人的心愿 要个孩子 可是被孕一年下来我的肚子依旧没有动静 陈修妈妈看我越发不顺眼 经常名列案里的述落我是个不会下蛋的母鸡 还开始到处去找生子药方 每天看着我喝下去 喝了两个月仍旧没有用 我现在闻到中药味都想吐 有时候实在不想喝 我便借口公司聚餐或者加班晚回去 回到家再把婆婆放桌子上的药倒到马桶里 我把药倒掉这是两个月前的一天晚上被婆婆发现了 从那天开始婆婆便要求陈修每天来接我下班 为的是能亲眼看着我把药喝下去 推开家门 迎面扑来的就是一股熟悉的中药味 我我条件反射的干藕 胃一抽一抽的疼 这药喝了大半年 不仅一点起色没有还把我的胃喝坏了 莉莉 把药喝了 婆婆的脸很黑的把药端到我面前 我吞了口唾沫 看向陈修 希望她能帮我说点话 结果她直接往屋里走去并不理我 无奈我把药喝了 又苦又腥的味道在口腔满眼 看到我把药喝完 婆婆脸色才有点缓和 回到房间看到老公贪坐在沙发上玩手机 我心里有点气 这样我是真的不想再喝了 陈修 我们一起去医院检查下吧 如果有什么问题医院也可以早点治疗 这中药我是真的不想再喝了 莉莉 你 莉莉 你胡说什么 你自己怀不上孩子 让陈修去做什么检查 老公还没说完话就被婆婆喊住了 我无语的叹了口气 都没去检查过 怎么知道是我怀不上孩子 虽然心里气得要死 但她毕竟是我婆婆 我平复下心情 走上前挤出笑脸跟她说好话 妈 这怀孕是两个人的事 我是觉得我跟陈修两个人都要 啪 我话还没说完 以解耳光猝不及防地打过来 我有点愣住了 耳朵嗡嗡作响 我的脸火辣辣的疼 婆婆双眼通红 怒气冲冲地瞪着我 手还扬在半空 而陈修此刻正抓着她的手腕 如如不然 她肯定不会只打这一下 妈 你别跟莉莉一般见识 别气坏身体 陈修说着把婆婆的手轻轻放下 并冲我使了个眼色 这是婆婆第一次打我 我并不觉得自己哪句话说得过分触到她的逆铃 我觉得又委屈又生气 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 我心头闷着一口气 正想跟婆婆争执便看到陈修在冲我摇头 看在陈修的面子上我没再说什么便回了房间 事后几天我跟婆婆的关系都比较僵 家里的氛围也很压抑 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婆婆这么介意我们去医院检查 现在很多人要孩子之前夫妻都会去检查身体 明明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 婆婆却为这打了我一巴掌 你不睡觉在干嘛呢 这夜 我又一想着这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被吵醒的陈修闭着眼 不耐烦的嘟闹 老公 你说我们怎么就要不上孩子呢 明明被孕的事项能做的都做了 而且陈修也在我跟婆婆的监督把烟酒兜戒了一段时间 但我的肚子就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看着身边的朋友一个个都有了孩子 我也很想能怀上自己的孩子 作为一个传统女人 我很期待为人母的感觉 要不 你跟妈讲讲 我俩还是去医院 你可别 陈修一下打断了我的话 他睁开眼睛看着我说道 你是还想被妈打一次吗 可是 哎呀 你别想这么多了 缘分到了自然会有 赶紧睡觉吧 不早了 陈修边说边握了我 我放在他身侧的手 我转过头 还想再说什么 却看到他已经闭上眼睛 呼吸均匀的好似已经睡着了 我摸了摸自己平坦的小腹 要孩子明明是两个人的事情 可偏偏好象就我一个人在承受这份压力 因为那次争吵 我停了几天的药 而这几天陈修也没来接我 这天下班后 我走出公司看到陈修的车时 心里咯噔了一下 是妈让你来接我的 恩 果然如同我所想一般 回到家一股浓重的中药味扑鼻而来 这气味浓烈而陌生 回来了 来 快吃饭 婆婆一脸悲笑着迎出来 心情很好的样子 她做了一大桌子的菜 丰盛的跟过节一样 一直不停地给我夹菜 她热情的样子让我恍惚间 有点回到我第一次跟陈修回家见父母的时候 饭后 婆婆果然端来了一碗黑乎乎的汤药汁 这浓烈的气味让我忍不住皱眉 莉莉把这药喝了 这可是我花大价钱买回来的新药方 听说喝过的人都成功怀上了 我的胃又一抽一抽的疼起来 妈 我喝了这么久的药都还没怀上 要不让陈修跟我一起喝吧 我不喝 陈修抗拒的立马大声说道 让你喝你就喝 你自己不争气关陈修什么事 婆婆的脸色马上变了下来 可这样孩子是两个人的事情 我有点气不过 可花音刚落 只见婆婆怒气冲冲的把整碗的药直接泼在我脸上 苦涩的药汁在我脸上躺下 顺着嘴角在嘴里蔓延胎来 我的胃又开始一抽一抽的疼起来 疼得我浑身乏力冒冷汗 我难受的蹲下来 用手紧紧按住胃 不管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 我都受够了这些中药 莉莉 你怎么了 陈修说着蹲下来扶着我 想要把我扶起来 胃疼 陈修的问候让给我心里的委屈一股脑涌上来 眼泪也啪哒啪哒的开始掉 我挤出这两个字之后再也说不出话 妈 你不要逼里里了 陈修难得大声一点对婆婆讲话 婆婆可能也没料想到陈修会吼她 愣了一下 随即突然哇的一声哭起来 边哭还边坐在地上喊着 我命怎么这么苦啊 好心好意的给她包药还变成逼她了 我这么做为了谁 还不是为了老陈家 她就这么坐在我身边哭天喊地的 像极了在网上看到的那些撒泼的老妇人 我耳朵嗡嗡作响 头也开始剧烈的疼起来 好像要爆炸了一样 相比较之下味道不是很疼了 妈 陈修站起来看着婆婆手足无措地站在那低着头 像极了一个做错事的孩子 我不是第一次见识过婆婆这种阵仗了 不想再听到她那故作大声的哭诉 也不想再闻到这令我作呕的中药味 我抹了把脸拿了手机和包包就离开了 站在小区楼下 秋天的夜里空气也是凉凉的 我贪婪地深呼吸了好几下这没有中药味的空气 现在正是晚饭后散步的时间 小区楼下好多夫妻牵着孩子出来玩 看着别人幸福的样子 我心里也很不适滋味 我何尝不想要一个孩子 陈修没有追出来 我一点也不奇怪 她从来都是以婆婆为先 以前谈恋爱的时候 她就经常提起婆婆 那时只当她是孝顺 却不想竟是个妈宝男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去 回娘家住了两天 为了不让我爸妈担心 我骗他们说陈修出差了 我想他们了便回来住几天 过了两天 陈修才给我发信息道歉 给我说了很多好话 说她妈妈怎么怎么不容易 让我不要再闹了 赶紧回家 我实在不想再喝那个药 便没有回去 看我还是不愿回去 陈修便直接来公司等我 看着眼前这个我爱了六年的人 我的心里一阵犯酸 我对陈修说回去可以 但是他要跟我一起去做检查 如果检查出来确实有问题 让我喝多少要做多少治疗 我都心甘情愿 我也很想有一个属于我跟他的宝宝 陈修犹豫了一下 答应我了 我嘱咐陈修不要告诉婆婆 我可不希望又横生之劫 陈修当下就答应了 这让我很高兴 马上联系医院做检查的预约 不知道如何面对婆婆 我便想着检查结果出来之前 还是继续住在娘家 检查的前一天 我的心情有些紧张 给陈修发信息 嘱咐她下班之后不要去应酬 晚上早点休息 李莉 你给我出来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我愣了一下 站起身发现婆婆居然出现在我们办公室门口 妈 你怎么来了 公司的人全都看向我这边 我赶紧迎上去想把婆婆带走 只见婆婆气势汹汹地朝我走过来 不由分说地给我一记宠耳光 随即又猛推了我一把 我一个没站稳摔倒了旁边的茶几上 头正好砸在桌子上 伴随着尖叫声的 是婆婆大声地咒骂 我打死你这个坏女人 怀不上孩子还怪我儿子 一股热流从我额头上躺下 伴随一阵甜心味 我的视线越发地模糊 耳朵也嗡嗡作响 王玉此刻正把婆婆拉住 而婆婆呲牙咧嘴地不知道在说什么 我的眼皮越来越重 最后眼前一片漆飞 当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 李莉 你醒了 我难受地动了一下无力的手 守在病床边上的妈妈发现我醒了 激动地站起来一脸关切地看着我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我摇摇头 挣扎着撑起身环顾了下病房 只看到我妈站在病床边上 她脸色不太好 眼底的乌青应该是在医院照顾我熬出来的 妈 我没事 我心里很不失滋味 眼眶热热的 但是我忍住不让眼泪流出来 我不能让爸妈再为我担心了 婆婆把我打进医院这事 我爸妈都知道了 我爸记得打了陈修一耳光 我妈说起这事还是很生气 她让我出院后住在娘家里 要求陈修让婆婆一定要给我道歉 并且搬出去住 妈妈的一番话让我心底的委屈一下绷不住了 眼泪控制不住地流下来 我赶紧拿袖子擦掉 妈 陈修你 婆婆不在我可以理解 是她把我打进医院的 她肯定不会来照顾我 可是陈修你 从我醒来到现在已经快半天的时间了 完全没看到他人 他 出差了 说是今天会回来 我妈的语气冷冷的 显然对陈修的做法非常不满意 后来我才知道 我在医院已经躺了两天了 而昨天她把我送医院后 就让我妈在医院照顾我 她出差去了 原本今天我们约好了去医院检查的 但她现在出差了 我一下明白了 陈修根本就没打算跟我一起去检查 想到这 我的心一下就冷了下来 医生说我这一状有点脑震荡 所以还要留院观察两天 晚上陈修终于来了 她对我妈一阵讨好陪校之后我妈走了 临走时嘱咐她好好照顾我 我知道我妈是怕我难过 所以才会给陈修这机会 陈修坐在病床边上 拿起个苹果一边削皮一边给我解释 说这次的合同对她很重要 关系到她的升值 所以她一定得亲自去盯着 让我不要放在心上 陈修 我家还有一套房子空着 让婆婆搬去那住吧 见陈修一直没提到婆婆这事 我决定自己开口 不行 陈修果然马上就拒绝了 理由是让婆婆搬走 别人会觉得我们不孝顺 并且婆婆走了 没人给她做饭洗衣服 你别这么小气了 妈打你还不是因为你不尊重她 她都说了不让去检查 你非得去 这不遭报应了吧 陈修语气轻飘飘的 在她眼里这件事情的责任 完全在于我 我的心一下跌到冰窖 此刻一句话也不想多讲 陈修把削好皮的苹果递过来给我 我摇摇头并没有接过 他看了我一眼 冷哼一声 不吃我吃 说把便把那苹果咬了一大口 陈修忘记了 我不爱吃苹果 即使是吃也只是吃一小块 眼前的男人如此的陌生 看着他大口大口的吃着苹果 我闪出一个念头 我要离婚 我跟陈修是大学同学 大二的时候参加社团认识的 他追了我两年 送花送礼物送早餐 经常给我制造小惊喜小浪漫 最后为了我留在个城市 终于 在毕业典礼上我接受了他 浪漫让感性战胜了理性 毕业之后没多久 我跟陈修回了一趟老家之后就结婚了 当初在陈修家里 我发现他很听婆婆的话也很依赖他 但我并不太介意 一来是因为两天的相处下来觉得婆婆人不错 二来想着陈修之后也是留在我家这边城市发展 我觉得跟婆婆的远距离相处并不会让我们之间产生什么问题 现在想想当初不过爸妈反对 执意要嫁给他的我是多么天真 出院的前一天 陈修让我不要跟婆婆置气 让我出院后回家住以后别再做这种不把长辈放眼里的事情 我不同意 自从我住院之后 婆婆没有给我倒过一次签 甚至没来看过一次我 只是给我发了一条信息让我不要再有带陈修去检查的想法 那条信息我到现在都没有回 我无法接受再跟婆婆相处在一个屋檐下 看我不愿意妥协 陈修也失去了耐心 板着一张脸不再哄我 只是冷冷地告诉我他明天要出差 让我到时候自己办出院就可以了 陈修的态度更坚定了我要离婚的心意 出院后我住在娘家 为了不让我爸妈担心 我没有把小离婚的念头告诉他们 我联系了高中同桌香雨 他现在是律师 打了不少离婚官司 陈修和婆婆不会轻易地同意我的离婚 我已经做好了跟他们打官司的准备 趁着陈修出差还没回来的空隙 我打算回家拿走我的证件和一些贵重物品 没想到跟婆婆打了个正招 我没跟她打招呼直接去房间里收拾东西了 她站在我房门看到我在收拾东西 脸色非常难看 但是没有说一句话 我收拾完东西准备离开的时候 婆婆叫住了我 李莉 你赶走就不要回来了 放心 我冷哼一声道 这房子买的时候我家出了不少钱 我会回来把这房子卖了的 说完不等她说话 我碰得一声把门关上就走了 这房子是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买的 我爸妈帮忙付了首付 她家只是出了一小部分装修的钱 房子写的是我跟陈修的名字 结婚证和房产证我都已经先带走了 带我的 我一样也不会留下给他们 我离开没多久 陈修就不停地给我打电话 我一个都没接 事情过了两天 我去上班的时候发现公司很多人看着我窃气私语 我已经见怪不怪了 从上次婆婆来那之后 我就变成了公司茶水间八卦的主角 莉莉 你婆婆怎么这样啊 一点也不给你面子 王玉一脸义愤填膺却压着声音说道 怎么样也不能在公司楼下逮着人就说你生不了孩子 还霸着她儿子不愿意离婚啊 恩 我一脸猛逼 刚想问清楚怎么回事就接到了我爸的电话 我妈住院了 因为我婆婆到我们小区拿着我的照片逢人就说我生不了孩子 还不肯放过她儿子不愿意离婚 我妈找她理论 一气之下晕了过去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我妈已经醒了 但她脸色惨白 看到我眼泪就流了出来 小莉啊 你婆婆怎么这样子 以后你可怎么做人啊 我妈哽咽地说着 她握着我的手 我感觉到她手的温度凉凉的 在旁边的爸爸这时候也崇重地叹了口气 我弟一声不吭地站着 脸色十分难看 后来我才知道 那天我弟本来要冲去找陈修质问的 被我爸给拉了回来 因为我的事情让我们一家人都如此难堪 我心里很不识滋味 我决定不再隐瞒我想离婚的心思 当下就告诉了他们 我弟拍手叫好 他愤愤然地说 从一开始就看不上陈修那复兴星座态的样子 我爸也是十分支持 倒是我妈沉默了很久 劝我再想想 我知道我妈是担心万一我心里还有陈修 现在一气之下离婚 以后会后悔 妈 这是我已经慎重地想过了才做的决定 听完我说这句话 我妈便不再说什么了 谣言总是一传十 十传百 莫过几天 各种各样的脏水都泼我身上 有时候我天生缺陷生不了孩子的 有时候我故意不生的 甚至还有时候我以前上学的时候 滥交流产次数过多导致无法怀孕 各种各样的谣言四起 对我的工作和生活都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公司因为这时劝我休年假 让我处理好家庭的事情再去上班 平日里我跟家人出入小区 有些人也会投来异样的眼光 并且还是不时的窃窃私语 这些漫天谣言让平时很喜欢饭后 我到小区花园六湾的妈妈也很少出门了 因为这些事情 我跟陈修的关系也急转直下 上一次的联系还是在三天前 我不找他 他也不主动给我发信息 这些事情我相信陈修也是知道的 只是假装不知而已 或许 他是根本不在意我的生活变成一团糟 我主动联系了陈修 给他发了信息 让他劝阻婆婆不要再这样造谣闹事 这样只会让两家的境地都难堪 过了半个小时 陈修才回了我信息 活该 谁让你想离婚 难堪的只有你 看着微信绘画窗口上这一行字 我的心跌入了冰窖 要说之前不想做的太绝不想撕破脸 是因为对陈修还念着昔日旧情的话 那此刻已全部消散 对于他们母子的行为我忍无可忍 我一定要把这些脏水泼还回去 当下 我要确定的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要不上孩子 既然陈修不愿意检查 那我就自己检查 我现在无法证明陈修有问题 但至少可以证明我是没问题的 想到这 我预约了医院最快的检查时间 萧鱼陪着我一起去做了全套的检查 在医院等结果的时候我很紧张 手指紧紧地握着拳头 心跳也变得快了起来 医生拿给我检查结果的时候我甚至不敢看 萧鱼快速地拿过来帮我看了一眼 郑重地告诉我 莉莉 你没问题 我证了一下 一把抢过检查报告仔细地看了起来 检查报告明明白白地显示 我的身体是健康的 是可以怀孕的 既然我没问题 那么 怀不上孩子的原因很可能就在陈修身上 我要证明我的清白 所以我一定要让陈修去做生育检查 于是我约了陈修在咖啡厅见面 想跟他好好谈谈这个事情 陈修一来就板着脸 没给我好脸色 婆婆在他那肯定说了不少我的坏话 可以知道的是陈修自己也认为 事情发展到今天的地步主要的原因在于我 陈修 我很想当一个母亲 也曾经很想拥有一个属于我们俩的孩子 看着眼前的男人 我心里五味杂陈 曾经的海市山盟 曾经对未来的所有幻想已经变成泡沫 你要是肯认错 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 陈修抬眼看了我一下 声音淡淡的 他高高在上的样子 不知道是觉得我不会离婚 还是一点也不念及这几年的情意 不过 这些于我而言都不重要了 陈修啊 我不需要你给我机会 我也不会再给你机会 我们两个 终究是回不去了 现在我只希望能好聚好散 不要给这段感情留下太难看的结局 我没有接陈修的话 而是直接把检查报告递给了陈修 这是我的生意检查报告 陈修正了一下结果检查报告 看完之后脸色大变 他一把站起来怒气冲冲地瞪着我 李莉 你给我看这个是什么意思 检查出来我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希望你也可以去检查一下 我淡淡地说道 陈修的反应在我意料之中 你也不要紧张 这不代表你一定有问题 但是我觉得你还是最好去检查一下 够了 陈修冲我怒吼 旁边好几桌的客人一下都往这边看过来 咖啡厅的店员一脸犯难地走过来轻声询问是否有需要帮忙 我轻笑摇摇头 示意店员离开 此刻陈修的脸挂不住 他一把坐下来 端起桌前的咖啡一饮而尽 陈修料下话 他不会去做检查的 我没有问题不代表他有问题 凭什么让他去做检查 说完便气呼呼地走了 陈修相信他妈妈 母子一条心 他监局不愿意做检查 坚称自己没问题 所以 这不能生育的责任还是推托到我身上 我现在就像是哑巴吃黄脸又苦说不出 凭什么 明明我已经检查出来没任何问题 我不甘心 现在谣言暖天飞 各种脏水不断地往我身上泼 我一定要还自己清白 晚上 陈修给我发来信息 要跟我离婚 其实按陈修的性格 他是没有这个胆量轻易地提出离婚的 肯定是回去之后 婆婆又对他说了什么 或许 跟我离婚也是婆婆要求的吧 到底是不是陈修自己的想要离婚 我已经不介意了 反正我本来也是打算跟陈修离婚的 但是我不会在这种情况下离婚 此时离婚只会让这些谣言传得更离谱 婆婆会让外人觉得是因为我生不了孩子陈修才跟我离婚的吧 我告诉陈修想要离婚可以 但是她要去医院做生育检查 婆婆又开始作妖了 她逢人就说我不仅是下不了蛋的母鸡 还是个恶媳妇 平日里对她跟陈修一点都不好 在家经常把他们当下人使唤 我妈也气不过 把我已经做了检查 确认身体没有任何毛病的事情也告诉了别人 一时间各种说辞都有 有站在婆婆这边的 也有很多站在我这边的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是我一点也不希望的 事情总要有人去解决 在我家人的陪同下 我跟陈修以及婆婆又安排了一次见面 这次见面本质上是希望双方能解开心结把这些事做一个了解 对于我的做法 肖宇表示并不看好 她跟我打赌婆婆绝对不会配合我把这些丑事平息 事实证明萧于是对的 我确实不该对正母子还心存任何幻想 这次的见面非常不愉快 一见面婆婆就骂骂咧咧个不停 看我的眼神好似要把我吃掉 要不是我爸跟我弟在 他真的又会打我 陈修和婆婆彻底跟我翻脸 他们一直觉得我是在给他们家抹黑 并且坚持不会去做检查 我对他们也不再抱持任何幻想 我一定要还自己清白 因为肖宇给我出了主意 所以在提出离婚之前 我早已经把夫妻的共同产业都攥在了手里 现在的情况 如果不离婚 陈修是拿不到一点好处 我告诉陈修 离婚之后该她的那一部分会给到她 但是离婚的前提是她答应去医院做检查还我清白 陈修坚持不愿意去做检查 事情就这么搁浅着 自从上次见面之后 婆婆倒是没再作妖了 我的生活似乎慢慢变得平静了起来 然而一切都只是假象 在一个月后的一天 陈修突然在朋友圈晒出一个跟一个女人的合影 照片中的女人小腹微微隆起 而陈修的手搭在她的肩膀上 女人投靠着陈修 脸上挂着甜甜的笑容 幸好有你 期待我们的小天使 陈修朋友圈的文案妥妥地宣告了这个女人腹中的孩子是她的 照片中的女人我并不认识 看她小腹隆起的样子 怀孕应该有三四个月了 要知道 三四个月前我跟陈修还是别人口中的恩爱夫妻 这条朋友圈我看了很久 心里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 陈修跟这个女人的关系应该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这条朋友圈 我的微信爆了 很多大学同学给我发来信息 问我跟陈修怎么突然离婚了 关系好一些的同学则是安慰我 让我不要为了渣男伤心 我不相信这个女人是小三 陈修曾经告诉我 她喜欢搂着爱人的腰 这样能让两个人显得更亲密 也能宣誓自己的主权 让其他男人不要再打自己女人的主意 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每次拍照她都是搂着我的腰 这事情我可没有忘记 我的第六感告诉我 这个女人是她们编造出来的怀孕第三者 目的就是为了让我知难而退 让我背死这个不能生育的锅 这让我更加坚信她们就是心里有鬼 既然她们出招了 那我就拆招 我要跟她们斗到底 我假意去找陈修公司找她闹 去找她质问这个女人什么情况 陈修被我闹得有点招架不住 说漏嘴这个女人是她在A室出差认识 人就在A室 她会跟这个女人结婚 因为她已经怀上了她的孩子 我挤出几滴眼泪 哭诉陈修国情寡义 一点不念既往西情义 心底却已经在暗息 陈修还是一如既往的不会撒谎 说起那个女人的时候 她眼神飘忽不定 一直不敢看我 声音也是一点底气也没有 我上大学时最好的闺蜜 萱萱刚好在A室 陈修发朋友圈炫耀怀孕小三的时候 她第一个打电话来给我安慰我 我托萱萱帮我打听这个女人的信息 萱萱对于陈修的所作所为很不齿 她给我打包票 一定会帮我查到这个小三的具体信息 陈修在朋友圈秀怀孕小三 婆婆也没闲着 她消停了一段时间 闲着又开始到处走动 去跟别人吹嘘自己的新儿媳妇 对她和陈修有多好 最主要是她已经怀上了他们老陈家的孩子 倒是我这个恶媳妇站着毛坑布拉时 生不了孩子又不愿意跟陈修离婚 她还对外宣传等过了分居三年 就让陈修马上休了我 这些流言蜚语很快又传到了我家人的眼里 我爸妈这几日时不时地看着我预言又止 然后一阵叹息 我知道他们是想劝我不要跟陈修再僵持下去 姐 他们一家就是泼皮 你还是跟他离婚吧 这种人渣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 我弟忍不住跟我吐槽 不是舍不得 是不甘心 我不会就这么轻易地被他们糊弄过去 见我这么说 我弟也不再多说什么 我爸妈知道我的性格 便也由着我去了 过了差不多一个礼拜 玄玄来电话了 他带来的消息在我的意料之中却又有点意外 果然如同我所想一般 这个女人并不是陈修的小三 但是我不知道的是 这女人已经结婚了 并且是真的怀孕 不过最让我意外的是 这女人居然是萱萱朋友的一个表亲 这也算是天助我眼了 我让萱萱先不要去惊动她 然后便请了个价 买了机票直接去威士了 到了威士 我跟萱萱先去找了她的朋友刘悦 在刘悦的安排下 在一家咖啡厅跟这个女人见面了 女人叫小小 她告诉我 她跟陈修只是在工作中有接触过几次 而这张照片也是陈修给了她一万块让她帮忙拍的 并且让她不要把此事告诉任何人 我告诉小小我是陈修的妻子 并且把事情都告诉了她 小小一份填膺地表示她可以做人证也可以提供物证 她以及她肚子里的孩子跟陈修都没有任何关系 我轻笑一声 问她为什么突然又决定帮我 她摸了摸隆起的小腹 脸上近视柔和 为了给宝宝留福报 我让小小把她的结婚证 以及之前跟陈修的聊天记录复印给我 并且让她录了一段证明音频 在我离开A市的时候 小小也来送我 她给我看了一下她跟陈修最新的聊天记录 她把之前陈修给的一万块已经转还给她了 我飞机落地没多久就接到了陈修的电话 想必她是已经知道事情败露了 她放低了姿态 请求跟我见一面 恰好我也很想听听她怎么说 便同意跟她见面 我刚进餐厅 陈修一把站起身给我拉凳子 我落座之后她才在对面坐下 全程不停地给我道歉 然后还递过来一束玫瑰花 我没有接过玫瑰花 而是把小小结婚证和聊天记录的复印件递给陈修 陈修的脸色马上变了 她手将在半空 声音颤抖 这都是我妈的主意 老婆 我错了 以后我不会再这样了 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我没有回应陈修 见我不回答她也不做逼问 整顿饭下来 陈修定眉顺眼对我百般讨好 她的行为并没有让我有任何一丝的动摇 因为我知道她只是怕 她跟我离婚之后找不到一个愿意接受她无法生育的女人 自我从威士回来 陈修就一直对我大献殷勤 莫过几天 婆婆居然破天荒地打电话给我道歉 说自己之前做得太过分了 让我不要跟她一般见识 她以后会搬回老家 不再干涉我们的生活了 让我看在陈修这么爱我的份上就给她一次机会 她在电话里语气恳怯 几度哽咽 还说要给我做饭吃 让我周末回家吃饭 我有点心软 寻思她若是真知道错了就好 这样子我们也可以心平气和地商量离婚事宜 于是我便答应了她 周末那天 陈修很早就来我家楼下接我了 我跟陈修回到家中 婆婆果然做了一大桌子菜 这感觉就很像是当初陈修第一次带我回她家的时候 这一顿饭吃得一场融洽 婆婆事事都顺着我 说我现在还在生气很正常 一切都怪她 吃完饭离开时 婆婆才给我一瓶她自制的芒果汁 当年我第一次来陈修家 走的时候她也给过我一瓶芒果汁 陈修送我下楼 我习惯性地把芒果汁给她 其实我对芒果过敏 但是陈修却很爱吃芒果 这么多年 每次婆婆给我的芒果汁 我都会给陈修喝 陈修哀求我不要回娘家了 我平静地告诉陈修 我要跟她离婚 我们回不去了 几次哀求无果 陈修有点恼了 她把芒果汁的瓶盖拧开 咕咚喝了好几口 好似要平息火气 她现在的低声下起都是在装的 我跟陈修道别 让她不要送了 才走了两步 陈修却一把拉住我的手 她开口刚要说什么 突然身体一阵抽搐倒在地上 口中还不停吐出白色泡沫 一百二十来的时候 陈修已经没了动静 经过检查 陈修是死于一种烈性耗子药 而这耗子药来源于她喝过的那瓶芒果汁 婆婆一开始想毒死的人 是我啊 却没想到 亲手杀死了自己唯一的儿子 这件事情对她打击很大 陈修死后每两天婆婆也疯了 我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 我收拾陈修一物的时候 发现一份检查报告 原来她早已偷偷地去做了检查 无法生育的人 是她 我妈也终于相信了我 流言慢慢平息 我把房子卖了 开始了新的生活 人争一口气 我想踏踏实实 坦坦荡荡地活着 vordanvida kalau providers都arch了 安 你 说 变化